台湾 他對蘇聯來 他對日本來 他對外人來 他對非日別來 不管他們是從哪裡來 現在 他們都是我們的 台灣世界 怎麼那麼難 你剛才說要教人家怎麼看 才是有熟 他還沒熟 我要怎麼教你看 他還沒熟 我要怎麼教你看 如果我們兩個看都覺得 以為熟了對不對 因為你們看金黃色就熟了 來 給你們看 旁邊這個顏色 透明 還沒有透明對不對 已經好像有透明了 還沒有啦 一點點 還沒有啦 好來 這個就你看 這個比較標準 你看 這個都還默默嘛 對 你要看他全部分都沒有 這些都透明了 透明了 才叫做好了嘛 原來如此 那老師這種東西不需要悶嗎 不用 除非你們喔 麵皮做得很硬 你們麵皮如果做得很硬的時候 我就建議你們 跟煎鍋貼一樣喔 但是不用麵粉水就 直接蓋著就 放一點點水 因為你做得太硬 可是那個 那個鍋貼的麵粉水是有加那個 那個 高湯水 沒有沒有 不用啦 光是用麵粉水 對對對 那為什麼每一次吃它旁邊那些脆脆 好好吃喔 脆脆是因為它煎出來的 脆脆是用麵 油去把麵粉水煎好 鍋貼外面那一排那個脆脆黃色 那個好好吃喔 那那個就是煎出來的 我以為說用那個雞湯那個水包下去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它會流 你看那個 我們為什麼要留兩個洞 就是要裡面的汁流出來 沒有包緊嗎 對對對 它那個裡面的那個湯汁就會流出來 它就會 留在那個你剛剛說的脆脆裡面 這樣了解齁 但是你不能流太大 太大裡面的湯汁流太多出來的時候 那裡面的肉就 內餡就會變得硬硬的 然後味道會被沖淡 你知道嗎 好 了解 了解 妳說我們就了解 妳不說我不知道 妳兩個還要我一搭一搭 一樣嘛 我們 我們的台灣媳婦朋友們也是一樣啊 老師如果沒有教我們哪會做對不對 對啊 這邊要找什麼 我們拿茶葉來烹高湯 我們等一下還要做一樣東西嘛 嗯 香氣都跑出來了 老師到底熟了沒啦 熟了啊 來看 來 我們拿給你們看 來 妳看 旁邊都透明了 對有沒有 這樣沒有 透明了就好了 然後兩邊都金黃色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很漂亮 漂亮 可以聞一下 對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聞一下 聞一下 來 聞不到要打開才聞得到 有 看它都封在裡面嘛 可以了 妳好厲害喔 妳聞看真的有嗎 來 來 雖然做到不太漂亮 但是應該是不好吃 不好吃 很漂亮 這是我做的 妳做的嗎 好 等一下那個給妳吃 不要啦 也是很漂亮 這樣喔 這壞壞的漂亮 都好吃 那比較壞 對 這個就是煎得太過頭了 好 我放一顆 這樣把它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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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來呢 就要煮一下這個 溫州大餛飩囉 好 現在呢 老師就要教我們怎麼做 溫州大餛飩 台灣那個大餛飩湯煮好之後 配蘿蔔絲餅妳敢不知 老師趕快 美味 好啦 我們先來 當然先要和這個肉餡 肉餡很簡單的話就 絞肉 比較用那幾道嘛 對 一定的嘛 然後有一點點的這個 薑末是不是 酒 對 薑末 我本來是都用磨的 磨薑汁 比較勻 對 那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沒有準備這個磨薑汁的器材 下一次準備給您 對 然後我們這位是蠔油 蠔油 加一點醬油嗎 對 因為加在一起沒關係 蠔油 這個不用太行 還要不要糖 當然要 這個 這個 對 加一點我就拿不到 對 沒關係 有助力 再來 再來 我們差一點點雞粉 雞粉 然後這個胡椒 也就是所謂的高湯粉 對 這個胡椒 用黑胡椒喔 對 黑胡椒 再來就是刺 對 要刺 那個茵茵姐 抓這個 也是功夫對不對 對 你在家用那個什麼肉 比如說像做獅子頭之類的啊 是不是也是都要這樣刺 對 用手 獅子頭還要甩 還要甩喔 還要這樣子甩它喔 對 要做的時候還要拿到 丟過來丟過去 倒手 對 甩的話喔 它會比較好吃 嗯哼 奇怪喔 這為什麼會這樣子喔 就是 就是有它的道理在喔 沒錯 它會黏性 會出來啊 蛤 有筋喔 這樣就有筋喔 對 這不要了嗎 老師 是應該是筋 來喔 然後我們還要經過剁 因為 已經是絞肉了還要 不用 混沌它這個太粗了 我們 你最好去買那個二次的 就是說你去買絞肉 請它再 攪兩次 然後呢 我們 這個裡面 蔥 蔥 然後這個是 紅蔥 一起剁 對對對 一起剁 再剁 再剁 你拼著看人家在表演 對啊 就是這個啦 你剁一下 你手算幫你剁嗎 好啊 來啊 妳要剁嗎 唉唷姨姨姐 唉唷姨姨姐 妳也剁我了 對 我跟老師是同國的 真的喔 同國才會做菜啊 右手不會做菜的 我也會好不好 你右手好不好 我是右手我也會做菜啊 妳不會啊 老師 那剛才 剁腳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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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有沒有 比較輕 好 來 後面一點 換妳來 這不用擺嗎 要擺嗎 多到外面去了 哪有 再把它弄起來 好 好 好 手勢不錯 不錯 特寫 然後 好來 等一下 手勢不錯 好 我們拿起來 去判斷 拿起來 看妳 如何 這個還太粗 那就是說 起來要很細 然後能夠攤成一片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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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這個用不到了 等一下 要用湯 等一下 用湯 不會啦 我不會用到 我怕妳弄到妳不好意思 對啦 然後我們這邊來加個調味料 這個就是剛剛用那個 高看 高看 柴魚穴 然後煮了之後把柴魚穴弄掉 對 柴魚不吃的時候熬高湯 那個穴一定要拿掉 不像在吃柴的 我們叫做柴魚 柴魚就好了嗎 還有別的嗎 對 熬出味道妳就把它撈掉 然後妳看很清澈 對 有沒有 這個它有一個自然的甜味 妳就不必加太多的那個 調味料 對 叫做高湯粉 只是點到 妳看這個 因為我有用柴魚 這個就點到為止 好 唉唷 水冷滾起來 哎呀 怎麼會這樣子啊 對 它這個會 裡面有含那個 那個火比較多 那個水太滿了 它加下去 速度太快 真的喔 妳要比較柔軟 妳就是跟我說 妳要比較柔軟 妳不可以糟糕 我的啊 老師 妳最近 加糖 加鹽也會 加鹽也會 嗯 妳凡是加調味料它都會 真的喔 妳如果太大力 然後 一起加下去它都會 所以要慢慢加 嗯 對耶 真的耶 給妳一個加 給我們一個 盈盈姐 記得喔 要加那個時候 火要關小一點 記得喔 看才看到 蠻恐怖的 會嚇到 對呀 所以喔 妳知道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然後 這個喔 只有幾樣東西這樣加 那我會 也會加一點點蠔油 嗯 一點點就好提鮮喔 但是不能讓它的 它的顏色變 變黑喔 嗯 你看喔 這樣顏色就比較漂亮 還是要加一點點蠔油 對 一點點就好了 嗯 然後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這樣就很平常 嗯 這個不必太多的那個調味料 嗯 不用油喔 不要不要 我們這個就是很清淡的 真的喔 那這個高湯就這樣 一點油都不用 對 等一下妳們如果自己要加胡椒 都加在碗裡面 不要加在 對 香油要不要加 對 都要加在自己碗裡面 這樣子喔 這個只是負責高湯的部分而已 那很清淡喔 對 很清淡 這個這個這個就是好吃 好吃就是清淡 因為這個看起來 妳就會覺得說 這樣不會大股 來 快點來試喔 好 快點 妳很辛苦 沒有啦 嗯 好 看妳們喜不喜歡 但是 這樣子差不多了吧 來 好鮮喔 很鮮喔 妳看我們都沒有說加很多 真的沒有給妳騙的喔 好來 再試一次來 看一下喔 來 再試一次 有沒有 是不是比較 好了喔 有沒有 對 比較好 差多喔 它糊貼了喔 比較糊貼 好 還要打嗎 不用了 不用了 左手甩右手嗎 不用左手甩右手 好 來 那這種顏色 這種顏色 要放在外面放久了 這樣子喔 然後我們開始來做 沒關係 那我們就包新鮮的 新鮮的喔 可以 今天的這個 餛飩餅皮都這麼大張嗎 這個是溫州大餛飩特製的 喔 老師這樣放久了滿硬的耶 對 用下面那張啊 這樣會不會 我們不是要用那個 我們要用這個封在裡面的 對 對啊 我想說那麼易怎麼包啊 好 然後我們來包 好來包 來 現在這個 先來包 那個盤子喔 這個我們先收起來 所以呢 所以呢 餛飩皮喔 我們不能放外面 嗯 它會乾掉 老師包好放這個處理好不好 好 可以 老師我去上過一個節目喔 他說這個餛飩皮 如果硬了之後呢 因為不能包了嘛 沒關係 你就把它 在那個烤箱烤一烤 讓它更硬之後呢 把它切碎切碎切碎 然後就可以做那個什麼 蝦鬆 可以啊可以啊 你 春捲皮也可以這樣做 春捲皮也是同樣有這個功能 好來 教溫度大餛飩 主要要教你們怎麼包啦 對 好 怎麼包這個溫度大餛飩 來 看好喔 一次 一次而已喔 一次而已 對啊 看啊 這個要加一點點麻油 比較香 其實 如果要吃清淡也無所謂 不加也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調味料 都是隨個人口味而定的 也沒有硬性規定你要怎麼樣 好 這樣比較香 加胡麻油跟加香油有差別嗎 香油是因為它是白芝麻做的 它比較沒有那麼的濃 然後呢 它的味道比較沒那麼濃 你如果黑麻油 你加太多的話 它會苦 香油就沒有關係 看啊看啊快點來看啊 有我有在看 你看 我要塗滿它 對 我不要塗中間就好 你看 我們剛剛要剁就是 要給你這樣 要辣 會辣粉 這樣夠細嗎 老師 是有差一點點啦 反正就 將就一點 將就一點嘛 不然你就 很久了嗎 沒有啦 最好是讓那個 他們幫我們攪兩次 好來 看一下喔 來 這邊拉著 然後翻面 我們主要就是要讓它空心 空心 它外面喔 有賣那個溫度大溫度裡面 有加一個蝦仁 有沒有 對 蝦仁 那就是加在這裡 我是怎麼今天沒有拿來 我怕你們包一個 對 你知道 出來 我只要不敢拿來喔 好喔 對 然後我會這樣喔 來 翻 翻起來喔 我就說一秒鐘而已 好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按下去 好 老師 不好意思 這裡面是空心 老師 不好意思 它其實肉一點點而已 你看喔 它起來就這麼大顆 肉差不多 太少了 對 然後我們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喔 好 因為你們這樣有時候做不一樣 真的耶 但是現在已經 不是 因為那個動作會比較快 一下子就好 你如果做到別人看 人家會說你很厲害 漂亮喔 其實學 如果常 常做的話就可以了 好來 人家不會做就這樣 可以抓嗎 四腳 四腳抓起來 抓抓 但是要花好幾秒 就這樣 也是一樣 很簡單喔 簡單 比較簡單喔 這個火 這個火 那個剛才很難喔 來 再做幾個 我們就開始來煮了 這邊要用一點點水 老師 喂 來啦 我們可以煮了啦 對 我要煮 但是要用另外一個火 你要先 要不然會下去 這個是要先煮過 還是要先煮過 不要啦 這樣那個湯會 用鍋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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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要看啦 好難看 切 沒有辦法 還好啦 還好啦 哪會很難看 對不對 反正好吃就好了 我們老師說 我們又沒有要做生意 我們是自己在家裡吃的 這是會賠本耶 這個喔 嗯 還好啦 自己自己 越來越漂亮 對 它很厲害 對 它沒辦法聰明 真的你看 越來越漂亮 你看 把一個芋頭鋪底 再扭 芋頭鋪底 那微水都要聰明 微水都要聰明 好漂亮喔 你肉放那麼多了解 沒關係啦 今天你自己要吃了 老師你不要計較 1 2 3 好棒 好棒喔 嘿 這樣就有給它進步一點點 然後呢 給它放著 真的耶 嘿 嘿 嘿 漂亮啦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趕快把它包完 我來包 還很多個耶 這裡 好 夠了 夠了 芋芋姐妳再試包一個 可是這裡破掉 不要用這個 不然妳等一下漏氣 嗯 所以呢 其實有時候在家裡啊 你看這樣子自己做 也是一種樂趣 對不對 對 沒錯 有時候呢 訓練自己的技巧 好 說不定哪天呢 妳就有機會開店 自己當老闆的時候 妳就可以表演給人家看 我這邊賣 餛飩就好了 不要賣別人 在越南有沒有餛飩 有 也有 南的餛飩都有蝦 一定要放蝦 那種廣東餛飩啊 就像港式的那種啊 好 嘿 我們來的營營姐呢 包最後一個 我們就可以下鍋了 水滾了 這是比較簡單的包法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那個特技的 真的是有一點 外母一絲的包法 一定是有給他一點難 包特技的話 來 吃這香 好 來 再加 好 壓一下 我們再壓 這要壓旁邊 中間 給它空的 對 我們就開始來煮了 煮滾了 好 來 我們放一點點鹽巴 要不要再滾一點 又來了 妳看 我跟妳講 又來了 妳看 不是 因為它這個玻璃鍋 它的熱度太強了 太強了 對 妳用那個炒菜鍋就不會 好 來 我們下來 在煮的時候一樣 讓它油油 它才會不會黏住 所以水是不是多一點會比較好 對 當然啦 嗯 水最好是很盲 好 老師 不然我們放水量夠的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好 沒有啦 它再放下去 我們就把它放 煮了比較大火 對 已經開大火了 對 好 蓋著 好 蓋著 馬上好 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的功夫就好了 一炸鹽就好了 對 因為它這個內餡 一點點而已 嗯 哇 應該差不多好了吧 好了 浮起來就好了 耶 妳看 漂亮 好運動 對 漂亮 然後我們撈起來 最好是直接放在碗 看要吃幾顆 妳就把它撈幾顆 對 這樣 好 好 小心 小心 不要弄破了 這個不好撈 對 對 然後我們用這個 因為這個 沒有關係 你看 這麼大你看 喔 這個會不會突破 對 對 三個就好 這個一碗三個你看 兩個就好了 三個才會漂亮 這 好滿喔 三個就很滿了 對 這不可以含湯喔 不要含水 對 含水 好 好 然後呢 來 加一個湯 待會兒 我先把這個勾起來 不然會暖嗎 對 一樣 你看 這樣一樣很翹 來 好 好 來 好 來 然後我們 要吃的時候再加湯 對不對 來 等一下我們先來 準備這個 來 筷子 把那些那個 料都放上去是嗎 對 最好拿夾子 剛剛那個夾子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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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這個 香 好 來 有沒有 這是芹菜 芹菜 那你也可以放一點胡椒粉 放一點點胡椒粉 它會比較好吃 好 不要放在湯裡面 要吃再加 它會比較先 好 當然 放一點點油蔥 油蔥 這樣就完美了 來 湯 蔥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如果有剩下我們就加 好 噔噔噔噔 加下去囉 對 這個就是 好 鹽巴不用加了 不用 鹽巴再加就太鹹 太鹹 那香油要不要加了 不用 這樣就完成了 對 這樣就完成了 溫州大餛飩 睡 對 公民啊 在頭上 我們來聽 台灣西湖 不只有蘿蔔餅可以吃 還有餛飩湯可以配 還有茶葉蛋 老師 茶葉蛋是怎麼煮的 茶葉蛋要先煮熟 然後敲 好吧 可敲破 不敲破 然後你要先熬一個滷汁 熬滷汁 對 我會用來去中藥房買那個乳包 乳包 那也有人是只有用八角 然後餐 要放那個紅茶 紅茶 紅茶用好一點的當然會比較好 是 我都是用阿薩姆紅茶 來一下 來一下 就是阿薩姆 紅茶 對 然後加點醬油啊 調個味就OK了 就是慢慢熬 慢慢熬 然後熬久一點 我們都熬很久 然後很久以後我們關掉了 讓它悶 對 讓它冷卻了就拿到冰箱去 泡在那個湯汁 然後你這個一定要敲很碎 才會滲透 老師 像你剛剛說的這樣子 在煮的當中是大概煮多久 熬多久 你是說熬 熬一兩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 滾了以後然後關小火 小小火然後慢慢悶 現在有的人都用電鍋嘛 對啦 電鍋的味道應該會比較不適合 很好 還是要慢火 好 我們不要光說 反正先吃了再說吧 先吃了 我已經 這個要用手吃的啦 用手吃的比較好吃 裡面那個餡真的是香耶 皮也很好吃耶 皮 好棒耶 剛剛幫我聽誰說 它已經很飽了 大家玩一下 真的是 剛剛朋友如果你注意看 那個料 除了說分開炒 讓它香氣得出來 一塊主要是那個皮 對 但是又軟又Q這樣子 那個皮很好吃 皮絕對不能太硬 一定要軟軟的 好 然後呢 還有這麼豐富的這個 溫州大餛飩 你看外面還叫了海苔是 蛋吃 我還是先吃這個餛飩吧 叫人喔 還是用筷子比較好 對 你看我們肉一點點 但是做出來你看這麼大顆 真的 好 我今天沒來學我以為很多肉耶 看起來 嗯 趕快吃 真的 老師 那個肉喔 對 也好清甜 對 沒錯 對啊 而且還有薑 還有薑的香味 好 所以啊 朋友們 你要吃一頓飯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你說 有時候覺得 好像煮菜煮到不曉得要煮什麼 對 這種小吃啊 對整個家裡的人口味來講啊 就是一大改變 所以呢 我們的薑老師今天教我們做這個 溫州大餛飩啊 還有蘿蔔絲餅啊 你有沒有注意看啊 一定要把它學會喔 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家 大概一個禮拜吃一次 或者是三五天吃一次 小朋友啊 家人都不會覺得膩喔 你這個一次可以做多一點 放冷凍庫 放冷凍庫 對 然後也是一樣 跟水餃一樣 豆子嘛 放在盤子嘛 燕老師 去冰冰完以後再放塑膠袋 這些料裡面啊 如果說他把它加了那個什麼 冬菜啊 很合啊 會有酸酸乾乾的 對那個很合啊 因為冬菜它本身有一個味道很棒 那你如果裡面沒餐 你可以在湯頭裡面 吃的時候再加葉殼 一樣是那個味道喔 對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佐料喔 有一些這個附加的東西喔 其實加下去 口味就會有所改變雜質 好 然後為什麼要加一些這個 這個海帶絲啊 還有這個淡色 因為它顏色漂亮 然後它也蠻清淡的 對 我們這一個 溫州大餛飩喔 它其實就是清淡的 哇這個湯 剛剛我們 我們盈盈姐已經喝過了 哇 不可以做話講了 真的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說 朋友們 應該用什麼形容 真的 我們回去一定要努力的學 要 明天就要做 要不然會忘耶 你要常做耶 盈盈姐真的好積極喔 今天學它明天就要做 所以朋友們 我希望喔 所有的朋友喔 都跟我們盈盈姐的想法 是一樣的 老師一加我們回去趕快試做 做一次失敗 做兩次失敗 第三次總會成功吧 然後呢 那個 包那個 大餛飩的時候 也不需要學我們老師那個特技 就很傳統的道 倒要包就好了 好嗎 謝謝蘇老師 也謝謝我們的盈盈姐 謝謝 更謝謝朋友們的收看 好 我希望呢 再過不久呢 有更多更多的 我們的台灣媳婦朋友們 來到節目的時候 就告訴 欸莉莉姐我會煮這個 我會煮那個 好嗎 謝謝你的收看 下回台灣媳婦再會了 拜拜 拜拜 再見 繼續吃著 趕快吃